OK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台一万多的模型 它都有哪些丰富的配置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霸气的外观 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不知道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机型 没错它就是矿卡界的越野之王脚卡 为什么说它是越野之王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前面部分的这个有力 哇可以看到它的倾斜度非常的夸张 对不对 所以说它的触控性能非常的强大 这一台车呢给我的印象是除了大还是大 它的长度呢足够有90公分 宽度呢是25公分多 我用我的手掌来跟它的轮胎做一个对比 哇是不是非常的大 然后它呢是一个6G 两驱 四驱 六驱 上一期视频我们说过了 它的升斗降斗啊是由这个一阿油来控制 可以看到一个小的一阿油缸对吧 它的长度呢大概在25公分的样子 可以看到 反正的一阿油管啊 这里面是真的有一阿油 然后包括它的左右转向对吧 然后这里是小的油缸 这里是一个油箱 然后再来看它前面的机舱 可以看到机舱内部非常的整洁啊 这里呢是一个油泵 这是一个幻想法 油泵 把油 传辞到幻想法里面 幻想法 来控制 油缸的伸缩就实现了一个 升斗降斗 还有左右转向的功能 灭火器 排气管 冲冲冲 驾驾驶的玻璃 包括驾驶里面的人偶 驾驶员 对吧 还有反正的方向盘 仪表盘 以及显示器 还有一个金属的护视镜啊 包括它前面底下 这两个巨缘沟 对吧 毕竟它的售价呢 只有一万多 同等模型 一个德国进口的脚卡 售价高达十多万人民币 所以说这么一对比的话 厂家能做到这个程度 已经非常不错了 由于时间的问题呢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下个视频 我们来通上电 让它动起来 看一下它的性能 到底怎么样 OK 感谢大家